電腦壞掉了啦 電腦壞掉了啦 跟各位說發生什麼事喔 民眾黨他們過去呢 在做任何的一個行動 通常就是網路空戰先打 然後打完之後呢 看整個陸軍能不能動出來喔 陸軍我們等一下來提喔 等一下我會從Q感 失焦跟失敗 一起來談到519的一個遊行 但我現在來說電腦AI怎麼壞掉了喔 民眾黨過去都傳說中都養網軍 那到底有沒有養呢 這個法院有認證喔 等一下我拿法院的 我們今天都不自己做評論喔 但昨天非常的有趣 為什麼呢 剛剛為什麼吳怡軒會氣成那樣喔 我們來看這件事情喔 他們就說怎麼這麼奇怪 我們看流量看政治喔 民眾黨519的YT直播 兩段十分內分別暴增 五萬人跟兩萬人 然後呢各位請各位看喔 正常的流量就是六七百人啊 兩千多人對不對 到了整個關鍵的時間點 各位暴人數的時候 暴了五萬六千六百八十九人 又跌了三萬人喔 然後一下子呢跳來跳去喔 好了我們去看下面的數字喔 下面的數字很明顯的他告訴我們 有很多的巨量的一個爆量 例如說這個增量真的五萬多 突然間減量又減了三萬五喔 那簡單的說各位 我用一句話講完你就聽得懂了 三個字機器人 這個就是完全機器人 那為什麼是機器人呢 我們說很簡單喔 我們來看現場的一個狀況喔 昨天現場的一個狀況 我先跟各位談論 現場的狀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Q感 多Q感呢 四叉貓一個人辦一個活動 還在徐巧新家的樓下 我這樣隨隨便便我再算喔 前前後後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到一千四百人 四叉貓已經忙到賽道整個人都黑了 臉都紅了 然後呢他們那個現場我在看喔 大概就三千個人 頂標頂標各位頂標就三千人 重點是四叉貓的網路很打欸 四叉貓網路最多二十一萬人欸 你們整個519搞了這麼多人喔 有柯文哲的人氣 有所謂的黃國昌的人氣 還有江和樹說一百兩百上台北 意思什麼呢 就捐一百塊捐兩百塊 可以來上台北喔 搞成這副德性